那我们首先说到这个高血压 为什么在医学界高血压会被称为静悄悄的杀手 因为这样啊 因为我们这个国人啊 对高血压的认识不是太充足 有这么几个现象 一个就是知晓与敌 控制与敌 知义与敌 因为怎么好多人呢 他平时有高血压 他也不注意两个血压 所以突然有一天出现了 血压突然升高 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出现脑血管一外啊 脑梗塞啊等等的 以后呢 才发现是个大事出现了 所以知晓与比较低一点 那之前高血压会有什么样的预兆 有一部分高血压的人呢 会出一个头晕啊 恶心啊 你想有点血压一高以后呢 不论人发音啊等等 那有些人呢 可能就是一个叫隐性高血压 还有隐性高血压 对 他平常看不出来的 我有邻居就这样的 平常血压并不太高 他也不太注意 突然有一天干嘛呢 流鼻血 滑滑流鼻血 认为是我们鼻孔的毛维血管坏了 那多半天不管用 就把它赶紧把它拉到精神 一量血压 二百二 所以这个平常 就是知晓率比较低 像这样的呢 经常在量量血压 所以我们现在在建议啊 一过三十五岁的人 要经常量量血压 包括我们医院有新规定 只要超过三十五岁的 必须先量血压 后开命 哦 那我今天都三十九岁了 我那时候 我都没有养成量血压的这个习惯 对 你一个养成的习惯就好了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啊 那什么样的人 其实是有潜在的 患有高血压的危险 这些 这有人群吗 可以分的 第一个就是父母 或者有家族使得高血压的人 比如说父母啊 哥哥姐姐啊 血压偏高的 到你这儿就有可能 嘿嘿 这个我排除了 我没有 第二个呢 就是呢 爱吃咸的人 嘿嘿 这个我也没有 还有个呢 烫的人 嘿嘿嘿 这个我没有 还有呢 吸烟多 喝酒多的人 这个我有 我喜欢喝酒 如果是有这份人的人 我们要注意了 我们要经常量血压 尤其一过三十五岁 就应该呢 养成侧血压的习惯 那您都是这个 精神腿疗第一人了 那我们是不是通过腿疗 就不用吃加烟药了 我们就直接通过腿疗 就可以治疗这个高血压了 高血压呢 还可以以服药为主 我们一定要注意 腿疗是一个很好的 非常安全 非常有效的 服务疗法 肝胖得的时候 我们叫临界高血压 低压大概在八十到八十九之间 高压的一百二左右 叫临界高血压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经常 泡腿疗的话 完全可以控制 可以达到治疗目的 是 第二个 如果已经患了高血压 而且高血压比较高了 这时候呢 可以帮助它怎么呢 减少 敷酱烟药的量 可以呢 帮助它缓解 高血压的症状 比如头晕啊 乏力啊 没有劲啊 这些 比如说刚才有的 我刚才讲的 那集中类型的人 他可以经常 泡过腿的话 他可以缓解 高血压的发展 好 要知道腿疗如何 降这个高血压 那我们就要 知道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 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腿疗 就可以降血压了呢 来 刚才我说了 一个呢 可以通过呢 我们这个 药物吸收 刚才那药物 主要对血压 降压 非常好的 叫我的药物 通过腿部的皮肤 吸收到体内 所以降血压 第二个呢 通过血液的刺激 来打起降压的目的 我们在腿疗 有好多血味 比如像我们讲的 独三里啊 三里胶呢 刺激这个血液以后呢 通过这个水的刺激 通过热的刺激 还有电磁的刺激呢 可以伸在血压下降 高血压 由于知晓率低 控制率低 治愈率低 而被称为 静悄悄的杀手 专家提醒 只要超过35周岁 就要经常测量血压 尤其是四类人 要格外关注自己 血压的变化 一 父母一方 或双方患有高血压者 二 日常饮食口味偏咸者 三 食烟酗酒者 四 体型肥胖或超重者 二 三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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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